大家好,我是圣诞小精灵 今天要带来的新故事是 国王的新衣 国王的新衣 很久以前 有个非常喜欢衣服的国王 他喜欢让自己随时看起来都很高贵 他说 我看起来是不是很高贵 很帅呀 他一年到头都穿不同的衣服 可是国王有个问题 在皇家游行当天 他没有适合的衣服可以穿 不论 鲍瑞斯问了 国王陛下没有一件衣服可以吗 没有 国王回答 我想要新衣服 我现在就要 还有记得一定要很高贵 他有这么多的衣服 但是却挑不出一件喜欢的 鲍瑞斯叹了口气说 出发寻找成立最好的裁缝 是吧 他运气不好 直到 有个矮矮胖胖的男人 跟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 快步走向他 他们俩孙生一举弓 屁股翘得半天高 他们说 我们是 史林姆跟史丽克 特别为您来服务哦 鲍瑞斯带他们去见国王 史林姆对国王说 我们做的衣服很神奇 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 衣服很高贵吗 史丽克保证非常高贵 可是很昂贵 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哦 国王大师说 你们要多少 我就给多少 只要你把衣服做好给我 钱的事不用担心 一个星期后 国王跟鲍瑞斯去看 史丽姆跟史丽克的工作进度 他们说 欢迎欢迎 你觉得我们做的衣服如何啊 国王到处了一口气 鲍瑞斯也是 因为他们什么也没看见 于是国王说 这太高贵了 鲍瑞斯也说 没错 真的非常高贵 无比高贵 男仆们说 来都给你们一些钱吧 等所有人一离开 史丽姆跟史丽克就忍不住疯狂大笑 笑到脸都死了 根本就没衣服嘛 他们真的是 啊 他们订了一大桌丰盛的美食 制作神奇的衣服 是一件很容易肚子饿的工作呢 他们说 他们边吃还说啊 这才是人生啊 皇家有行那天早晨 国王等不及要穿上他的新衣服了 史丽姆说 这是你的披风 他呀 轻如羽毛 哦 国王陛下 您看起来太帅气了 这些衣服 好合身啊 国王欣赏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看起来是不是很高贵呀 男仆又倒抽了一口气 木博转睛的看着国王 是啊 国王陛下 其实他什么都没看见 宝贝斯直直看着天花板 是啊 国王陛下 他眼睛啊 根本不敢看国王 打开皇宫大门 国王命令 开始来皇家游行吧 群众看见国王室 全都倒抽了一口气 每个人都听说了 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他的衣服啊 他的衣服看起来是不是很高贵呀 每个人都说太特别了 太漂亮了 太华丽了 太美妙了 也太高贵了 哦 太惊人了吧 让我看看 有个被卡在人群后面的小男孩大叫 哦 那个男孩说 国王没有穿衣服 这句话扩散的速度比火的蔓延还要快 群众纷纷开始 窃窃私语 国王没有穿衣服 国王没有穿衣服 哎呦 国王怎么没穿衣服啊 国王也听见了 他低头一看 哦 糟糕 我是光溜溜的 他马上脸红了 但是我现在不能停下来啊 这可是广皇家游行 我是国王耶 于是他高高仰起头 继续往前走 群众热情拍手欢呼 他们都认为 这是史上最高贵的皇家游行了 这就是 国王的新衣 其实啊 他根本没有穿衣服 但是呢 因为他想要自己是高贵的人 所以他就假装自己看得到 所以啊 这就告诉我们 不能骗人 也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人 OK OK 小朋友们眼睛闭起来 要准备睡觉咯 Good night Sweet dream